其实很多朋友他不太懂你的所有英文词汇 比如Drop 你能跟观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吗 其实有很多称呼 Drop的话好像电音用的比较 就是不知道电音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在最让别人 那感觉就是Drop 然后在Drop之前会有一段Build-up Build-up就是给Win 这个在最后Drop出来之前的一个准备 这个是Drop 这个就是Drop Drop 就是稍微一点点时间的消息 不知道我这个解释你们是不是看到的 那Vocal呢 现在是有很多Vocal的玩法 就是把一个人的Vocal的声音去剪 你们想要的那一段把它剪下来 然后删到不同的情节上面 让他有人去删到王之派上面 各种删的方法 删到或者自己剪辑 编辑的方法 然后让整体的Vocal 能够出来音色 不同的Pitch出来 对 最近这个玩法是蛮新鲜的 但大家玩的应该也很多 已经很多Vocal 就是人生的 就是做人生的一个乐器 提到你的Unpop 那是什么 Unpop 其实就是Mix-Man 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混合到一起 比如说可以用中文 跟英文 中文 跟法文 中文 跟德文 各种各样的语言 很大 然后 因为语言可以 跟观众可以亲近 如果用别的 别人国家语言 加上中文 然后又可以把中文 带进去 因为是用中文 加上别的国家语言 这样的话 可以更快的 让别人能够 接受这样的音乐曲 同学现在 所有的同学 都快要给我发信息了 十大福中 谁是PandaQ PandaQ的那个 什么身高 什么什么简历 全给我发过来 十大福中是一块吧 十大福中是一块吧